有可能就是他这个还没死亡的时候就把他给弄到这儿 啊 光满了 河南一阳出土神秘伤带古墓 墓中尸骸以一种非常可怕的方式死去 他双手背绑 双脚背看 身体保持着一种非常怪异的姿势 他们死状如此凄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不仅如此 墓中陪葬物极其奢华 墓主究竟适合身份 这些尸体又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呢 河南一阳的阴都区 当地施工队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 一般挖出一座商贷遗址 安阳市文物局得知消息后 立即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迅速组织了考古队进入现场 他们通过初步挖掘探测发现 遗址中心的两条木道表明 这是座中刺刑高等级大墓 墓学如以往发现的商贷墓藏 墓室也被挖得很深 但非常可惜的是 主墓室已经惨到盗墓贼侵扰 里面的陪葬品几乎已经被搜刮已故 墓室内格局分明 从附近随葬坑中发现的车马器来看 如果大墓未被盗绝 那么其中文物的架势绝对是非同一般 由于大墓被发现 已经被施工队严重破坏 考古队决定同时多点对大墓进行发掘 就在考古人员在清理一座陪葬墓室 刚清理到二层的平台 令人惊异的画面就出现了 平台上竟然有几件青铜剂 和两具死状凄惨的尸骸 继续向下发掘 墓室中的文物简直瞠目结舌 陪葬墓中出现了两口棺果 并且他们还清理出了青铜割 以及其他几件青铜剂 然而墓中并没有更多线索 来证明两名墓主究竟是什么关系 在同步进行的多个发掘点中 每个都有重大发现 在中字形大墓的东侧 考古人员在使用洛阳铲探查的过程中 发现树米深的地下有人类遗骸 但令人困惑的是 遗骸旁边竟然没有棺果 众人都非常好奇 这里究竟是做什么性质的遗址 就在他们准备开巴时 天空中却突然下起了大雨 说来也奇怪 自从考古队进驻现场后 这雨说下就下 并且每当下雨时气温 就开始迅速下降 雨停后就开始急需升温 队员们不得不一会穿上棉袄 一会又换上软袖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考古队在施工前就搭建了雨膀 不然发掘坑内扫成了一片泥塘 等将雨空上的积水清理掉后 考古队员又重新进入了发掘状态 这真的是有两种不安 河南一阳出土神秘伤待五 主墓虽然已经被盗墓贼搬空 但附近的陪葬母却得以幸免 考古队员在中字形大墓东侧 用洛阳铲发现地下有人类骨骼 顺着往下发掘 一具死状凄惨的骨骸 展现在众人眼前 通过测量 一骸身高173左右 呈现面朝下趴握的状态 他的双手背在身后 并且双脚也被捆在一起 考古领队推测 这人很可能还没死就被活埋了 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来看 此人还非常年轻 正处于壮年时期 从尸体骨骼的形态来看 他应该视名男性 就在考古队继续向下发掘的过程中 陛下突然出现了大两灰砖 从形制颜色来看 这显然不属于商代时期的产物 古墓既然被挖出来 考古队员决定要将其挖开看看 通过墓中的墓志明得知 这是一座唐代墓荡 令人痛惜的是 唐代大墓已经惨遭盗墓贼黑手 但有一点缺值得庆幸 古时的盗墓贼只在乎金银珠宝 镇木兽石涌等随葬品 对它们却毫无价值 因此有大量陶制石质文物 侥幸存留 等将这座唐代古墓清理干净后 考古队的工作回归正规 很快在先前发现人骨的附近 发现了两个马骨 并且还有车横车缘 显然这里应该是埋葬车马 和训人的车马坑 而接下来新的发现令人毛骨悚然 这副仪还被埋在车后 这个训人肩膀支撑着身体 双腿无力地拖在身后 从姿态来看 他应该正在用双手撑着身体 拼命地往外爬 考古专家从训人脚腕的刀伤砍出 他生前肯定是被砍断了双脚 然后才被人丢在木坑中 由此来看 此人应该是在三千多年前 主人去世后 不该一同殉葬 而遭受了非人的虐待 等他晕死过后 才被人丢到了木坑内 但就在被埋的过程中 他醒了过来 于是开始拼命地求生 然而最终却无济于事 就这样失去了二十多岁的生命 与此同时 另一座木葬坑中也有了重要发现 考古人员在一个木坑中 竟然发现了四具遗骸 他们身体贴压 躯干的躯 对员们推测他们绝非自然死亡 并且死前也受到了极其痛苦的遭遇 这些血染年纪在二十到四十五岁之前 两男两女 同时木坑中还发现了一块祭祀龟甲 考古专家由此推测 这两男两女是因祭祀而死的 而就在这时 中字形大墓的西边 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座车马坑 有可能就是他这个 还没死亡的时候就把他给弄到这 活满了 河南一样出土神秘伤待 主公虽然已经被盗墓贼搬空 但附近的陪葬墓却得以幸免 而这些陪葬墓中的景象 全是触目惊息 新发现的一座车马坑中 马车后有一具同样被活满的训人尸海 但与先前发现训人不同的是 他头上竟然戴着一顶帽子一样的东西 这顶帽子上有三串贝壳 在商代时期以贝壳为钱壁 以皮质亏以贝壁为事 但一个驾车的御守 不可能这么富有 这些钱和头盔 很可能都是主人所赐 就在他们清理马车的过程中 有队员发现了箭头 戈等青铜兵器 由此可见 这具头戴贝壳的御守 生前可能还是一位战士 从他华贵的装饰 以及青铜武器来看 他生前应该是风光无限 深受主人的喜爱 但随着主人的去世 他也在布冷风光 尾随着主人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而这些商代的马车 车厢狭小 车帮很高 由此来看乘坐应该并不舒适 虽然车厢不大 但车轮却是不小 这样类似的大轮车 在中国足足有好几千年历史 马车内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件特别的东西 研究后发现 这极大可能是一个铜杖的杖手 他下边原本还有一根木 从这件器物的出土来看 墓主人有着非常高的社会地位 大墓主人位高权重 以至于大墓周边的随葬坑中 随葬意识奢华 出土的这件青铜饼 既形粗狂文士诡异 这件青铜甲体形风雨圆润 其中这件青铜骁有尤为特殊 其造型类似于猫头鹰的形象 在商代时期 周扶夜处的骁被视为神鸟 而这尊骁有世界九七 因为密封程度极小 在摇晃时能清晰听到里面还有夜 但内部究竟是不是商代的酒 还要等打开那天才能得知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珍贵的青铜器 正在被清理修复中 考古现场另一个车马坑中 发现一具马骨上 缠绕着一条长长的 由贝壳穿成的缰绳 从马车上的铜质装饰来看 这应该是一辆战车 再从马身上如此奢华的装饰来看 这辆车马应该就是头车 既然陪葬坑中会出现高规格的马车 那么墓主的身份 绝对是等级非常高的 但是因为安阳少嘉峰遗址的考古工作 还并未完全结束 墓主的身份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 本期视频你有什么想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记得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